这个笔价子碰到我,我一分不给他 我要把他投剃的蹭量蹭量的 这笔价子不要让我撞到他 甚至让我撞到他,我给他投给他抛光光的那种的 死定的 不要让我逮到一次 一次我就操判他 何止五年前的一个豪言,今天终于实现了 二哥五年前的那个承诺终于在这一天 实现了来自一个 SE的一个联赛 看对决 好了,二哥憋了五年了 这一波真有机会装一装了 装一装低了 哎呀,要晕了啊,刚好 出船,两个鬼话晕了 至于为什么 何止当年说要替他的头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五年前的那个视频 当时那个视频点赞的人很多 长驱之路 倒地 要抓了 又在打晕直了 又在打晕直了 他打晕了 真的要操翻台 一见面就是给了一个包二晕 包不敢上猪头了 然后跳地抓过来 鬼魄过来 哎呦,直接晕了 再看这一波 好,下地踢一个 哦呦,趁着好 导致被打 刚一个晕直继续保持 有吗 应该消失了 好,破防 再刚 撤 真敢冲啊 投铁啊 好,AB过来 刚好命中 再抓 又磨了 然后继续点赞继续看啊,猪头又来了 不怕又被打成猪头吗 赞续想抓 赞续想抓 好踢得漂亮 进 撑 偷下盘 就等你AB呢 再次打晕 下手太凶了 打倒之后不敢压制啊,鲍哥啊 打倒之后不敢压制啊,鲍哥啊 太怂了吧 还,葵花开过来 这个距离肯定要开葵花,还敢冲过去 哎呦,乱动 又一次打晕 好,看真切 张一个 好,跳鞋,抓过来 又抓 一点前面也不给稀里摩里多 单点确认牛皮啊 可耻沦落了啊 现在说,他只能打包王了吗 好,看最后一局啊,这个是一个抢5的比赛 可惜不是抢10的啊,如果是抢10的就更爽了,但是抢10又踢包王的头可不太容易啊 抓到之后一个暴剃的 Bug真啊 再拍一个 好,机会 保持一只头发嘛 别跳 别跳啊,我去 最终剃头了,很厉害 好,关注修修,不许走丢